这款游戏满足了绝大多数玩家对未来科技抱有的一切幻想 全方位强化体能的外骨骼装甲 能够轻松攀附在金属墙面上的磁能手套 可以超远距离移动和锁敌的全自动勾锁 甚至是堪比战争机器的重型装甲 这也只是游戏中所展露出来的一小部分而已 正是因为这一作《使命召唤》系列开始了质的飞跃 也可以说它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新的COD时代 那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 开启未来科幻时代的作品 《使命召唤11》高级战争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虚构的2054年 参军部族易坤年的练习生米歇尔 与自己最好的朋友威尔 被漂亮国派往首尔协助韩国作战 彼时的士兵们都已身着 能够增强战力的EXO外骨格装甲 在严阵以待的氛围下 长官考迈克发动了战前动员 随着考迈克一声令响 米歇尔和士兵们登上了着陆舱 很快他们开始向着地面进发 但随着却遭到了防空炮的轰击 着陆舱只能被迫降落在一栋大楼之上 好在小队成员并无大碍 在米歇尔一脚打开舱门后 外面已是战火纷飞 现在他们要做的 便是前去摧毁敌方的防空炮 凭借身上的喷射装置 米歇尔等人可以轻松穿越各种地形 一路上都是形态各异的战争机器 就连无人机都拥有了风群一般的作战方式 中途他们遇见了名为巨神的 四人军事公司旗下的救援队 带头的名为GDN 简单交涉过后 双方便分道扬镳 值得一提的是米歇尔的好友威尔 这是巨神公司的少爷 尽管巨神的科技领先世界至少20年 但威尔可不甘心做一个超级富二代 他只想立马为国捐去 凭借透视手雷和外骨骼的加持 小队很快就杀到了防空炮塔面前 就在威尔将炸弹放置好以后 他的手臂却突然被机关卡住 眼见炸弹即将爆炸 威尔自知无法脱险 于是一把将米歇尔推了下去 随着爆炸声响起 威尔与炮塔同归于尽 尽管米歇尔捡回了一命 但一块飞来的碎片 也让他失去了左臂 虽然这场战役漂亮国取得了胜利 但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久后因残疾退役的米歇尔 参加了好友威尔的葬礼 他默默的按下F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这时威尔的父亲乔纳森 来到了米歇尔面前 乔纳森表示 看在儿子的面子上 可以将米歇尔当做干爹一样对待 哦不 应该是当做干儿子一样对待 乔纳森可以用巨神公司掌握的科技 帮助米歇尔重新回到战场 果然不久后 在乔纳森的帮助下 米歇尔拥有了全新的机械臂 无论是自身的实力 还是装备的性能 都得到了质的飞跃 甚至是他在首尔见过一面的GDN 都在亲自帮助他进行模拟训练 以熟悉全新的机械臂 期间乔纳森还带他 参观了巨神公司的总部 巨神不仅仅只是一家 普通的私人军事公司 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军队 并且不服从于任何国家 凭借他们所掌握的科技 完全能够实现一场高级战争 作为掌管巨神公司的老板 乔纳森非常看好米歇尔的潜力 米歇尔也顺利通过了模拟训练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从而正式加入巨神公司 当然成龙说过一句话 模拟训练中的你 再强大也是假的 于是在两个月后 米歇尔迎来了在巨神的第一次任务 根据情报尼日利亚总统 在参加一场会议时 被名为KVA的极端组织所绑架 极端首领代号为哈迪斯 对于巨神公司来说 营救人质是他们的强项 在GDN的指导下 米歇尔操控微型无人机 飞向了目标建筑物 整个现场在微型无人机的监视下 一览无语 见到已经有一名人质被杀害 米歇尔和吉利恩带领小队 立马开始了行动 他们穿戴好磁能手套 通过金属墙面轻松来到楼顶 并利用静摸装置 悄无声息炸开了房顶 在没有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 他们来到目标所属房间 利用透视加穿墙解决了所有敌人 尼日利亚总统成功获救 但极端首领哈迪斯 却早已带着其他人质逃走 原来哈迪斯的目标并不是总统 而是参加会议的技术人员 并且此时正在离开市中心 小队立马开始行动 可负责拖延的极端分子 却在闹市区与他们展开了猛烈交火 为了不伤及到无辜的平民 米歇尔只能小心翼翼的 清理阻拦他们的敌人 由于大量极端分子的阻拦 米歇尔和吉利恩只能冒险 跳上高速上穿行的货车 好在凭借磁能手套 他们才能在高速行驶的货车上随意穿梭 但敌人的攻击却接踵而至 稍不注意就会粉身碎骨 好在米歇尔有了机械臂和外骨骼的加持 干脆直接跳上敌方装甲车 将里面的极端驾驶员硬生生扯了出来 在如此冒险的战斗下 他们终于来到了装有人质的货车上 可因为车辆失去控制 导致他们跌入了水中 不过好在他们还是成功的救出了技术人员 事情过后 乔纳森对米歇尔的表现非常满意 觉得有了米歇尔的加入 他们一定能干成一番大事业 但极端组织也变得越加难对付了起来 他们的首领哈迪斯发表了一则声明 极端分子觉得高科技是一种畸形的产物 不适合年轻人奋斗 所以他们要让世界重回农耕时代 很快米歇尔和基迪恩 前往了位于西雅图的核电站 阻止极端分子破坏核反应队 为此巨神公司不惜出动了 大量高科技载具和专业的团队 可他们刚一抵达核电站 就遭到了激烈的抵抗 由于敌人数量众多 然后是靠着高科技的加持 他们也推进得异常艰难 当他们杀进核反应队的控制室后 却发现极端分子已经炸毁了冷却池 导致反应队彻底失去了控制 建议无法收场 他们来到外面想要撤离 但核反应队也在这时发生了爆炸 场面可谓是乱作一团 好在撤离的直升机及时赶到 米歇尔侥幸逃过一劫 但这场灾难却远不止如此 世界各地的核电站 都遭到了极端组织KVA的破坏 无数的平民因感染核辐射而死 面对KVA的威胁 世界各国束手无策 而巨神公司则利用手中的高科技 帮助其民众重建家园 抵抗KVA的袭击 因此巨神公司一跃成为了最强的势力 时间来到了四年后 米歇尔在吉迪恩的带领下 来到了巨神为数百万平民 所建设的大型营地底特律 而身着重型装甲的士兵 则成为了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回到总部 面对嘴硬的博士 巨神公司请出了一位 曾隶属于雄国特种部队的传奇人物 伊罗娜 他后续也将与米歇尔一起行动 在伊罗娜的好言乡劝下 博士终于敞开了心扉 说出了哈迪斯将在一天后 前往圣托里尼参加一场会议 知晓了目标位置 乔纳森决定立即展开抓捕行动 漂亮国的将军却舔着脸说 在其他国家擅自行动 是一种挑起战争的行为 但乔纳森却管不了这么多 他必须要哈迪斯付出代价 第二天米歇尔和熊妹子伊罗娜 来到了圣托里尼 在放出了隐身无人机后 整个会议现场一览无余 在无人机的帮助下 吉迪恩的小队很快潜入了会议现场 并将哈迪斯当场击毙 可经过视网膜对比 才发现这只不过是个替身而已 尽管吉迪恩保住了姓米 但也有一位小队成员 为了保护他们而牺牲 见到这一幕的米歇尔忍不住了 立即和伊罗娜一起 前去拦截哈迪斯离开的车队 见还有狙击手胆敢阻拦自己 米歇尔怒从心中起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他索性也不装了 直接利用外国格的喷射装置 禁止向着狙击手所在的钟楼杀去 在目瞪口袋的狙击手处视下 拉近距离的米歇尔 直接用毒刺导弹 炸回了整座钟楼 好在这个小杀去 并没有耽误他们阻击哈迪斯的车队 这些极端分子在米歇尔的面前 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中而已 借助榴弹炮和喷射装置的对敌防空压制 米歇尔和伊罗娜很快便清空了极端分子 就在米歇尔即将抓到哈迪斯的时候 他的手下狗急跳墙 驾驶汽车硬射称将米歇尔顶在了墙上 从昏迷中醒来的哈迪斯 和伊罗娜扭打在了一起 好在米歇尔利用机械臂的迷惑性 一刀抹了哈迪斯的脖子 然而哈迪斯临死前回光返照 愣是交给了米歇尔一枚 珍藏已久的U盘才咽气 随着哈迪斯的死 巨神公司当之无愧 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势力 可那枚哈迪斯留下的U盘 却让米歇尔 吉迪恩 伊罗娜三人不寒而栗 原来当初那个被哈迪斯绑架的技术人员 曾告诉过乔纳森 极端分子将会炸毁全世界的核电站 但乔纳森为了从中捞到好处 以提升巨神公司的形象和影响力 杀害了唯一知情的技术人员 乔纳森处心积虑想要除掉哈迪斯 想必也是为了隐瞒这件事 意识到大祸临头的三人正准备离开 但却被早有预料的乔纳森逮了个阵着 毕竟不是亲生的 见乔纳森出现 米歇尔立马想要攻击对方 看到干儿子想要和自己火兵 乔纳森非常的失望 而吉迪恩见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只能对乔纳森表示都听干爹的 就在乔纳森离开后 一个神秘人帮助他们脱离了守卫的控制 凭借自身丰富的战斗经验 再加上神秘人的指引 他们很快便来到了撤离点 神秘人也从直升机上走了下来 原来他就是米歇尔之前的漂亮国长官考迈克 而吉迪恩也在此时出现 他相信米歇尔和伊罗纳的选择 并将他们的行踪隐瞒了下来 米歇尔等人也因此逃出了总部 事后考迈克解答了他们心中的疑惑 因为漂亮国一开始成立了 针对极端分子的联合作战部队绍兵 但随着哈迪斯的死 他们发现了巨神公司这个最大的威胁 并且巨神公司也在酝酿着 一个名为歇尸的可怕计划 漂亮国营救米歇尔和伊罗纳 也是为了了解更多关于歇尸的情报 事已至此 二人也索性加入了绍兵 不久后 他们前往了乔纳森位于曼谷的别墅 调查有关歇尸计划的线索 凭借超远距离的钩索 以及喷射装置的高机动性 米歇尔悄无声息的来到了别墅内部 并发现他们之前在底特律 拼了命带出来的博士 此时正在为乔纳森研究某种可怕的病毒 而这种病毒正是所谓的歇尸计划 为了更好地了解歇尸病毒 他们在运输病毒的飞机上 安装了定位装置 随后在总部的接应下 他们在南极州开始了拦截行动 在将运输机破坏后 他们得以在迫降位置展开搜查 但同时巨神的快速反应部队 也在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 面对装备精良的巨神部队 饶是单兵作战能力最强的米歇尔 也在长时间的艰苦作战后 被打入了冰川之中 当从冰川出来的时候 迎接他的竟然是吉迪恩 吉迪恩先是向总部汇报米歇尔已死 随后毫不犹豫地击杀了队友 并向他们透露了 乔纳森确实正在研发 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病毒 而歇尸病毒是一种 针对特定基因的生物药剂 通俗来说就是 一旦投放到了战场 没有任何应对措施的己方 将会在青客间全军覆没 而敌方将会毫发无损 在吉迪恩提供的线索下 米歇尔等人来到了 位于保加利亚的 歇尸病毒实验基地 他们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实验室 将这里所有的成品和数据全部破坏 为了从这里突围 他们驾驶悬浮坦克 向着外面杀去 在这种未来科技的加持下 敌方任何的载具和步兵 都只是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 乔纳森公开承认了 巨神公司的歇尸计划 并准备用极端的方式 来彻底终结这个世界上的战争 以实现巨神统治下的极端和平 而他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先解决漂亮国 为了先发制人 巨神公司已经在旧金山 对漂亮国的舰队展开了围攻 米歇尔和吉迪恩 也在第一时间赶往了旧金山 并立马对疑似装有歇尸的货车 展开了追击 他们很快便将货车 截停在了金门大桥之上 但巨神公司的部队 还在妄图阻拦最强单兵米歇尔 一切都只是徒劳而已 米歇尔轻松便来到了货车的面前 可当他检查货车的时候 树架无人机出现 随着飞向大桥的钢篮 在一阵阵爆炸声中 老员工金门大桥又一次被拦腰截断 好在米歇尔和吉迪恩并无大碍 他们一路杀回友军的战舰之上 并利用上面的炮塔 击毁了包围友军的巨神公司货船 在这次事件之后 全世界都开始反对巨神公司 漂亮国也决定 对巨神公司的总部 星巴格达发动进攻 米歇尔等人驾驶战斗机 先是穿越峡谷 摧毁了巨神公司的水坝 随后禁止向着星巴格达飞去 他们很快杀进了市区内 与地面部队展开了交火 米歇尔更是直取敌人的炮塔 并利用炮塔将周围的防御设施 全部摧毁 眼见巨神部队节节败退 乔纳森也孤注一致 直接在城市中释放了歇尸病毒 一瞬间漂亮国在星巴格达的士兵 全军覆没 只剩下了曾在巨神公司 打过预防针的米歇尔 吉迪恩和伊罗纳三人 由于势单力薄 三人还是沦为了阶下球 就这样他们被抓进了巨神的战俘营 长官考迈克虽然侥幸躲过了病毒 但也还是被抓到了这里 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 身为最强单兵的米歇尔 在被押送的路上 想回个头都不行 漂亮国的其余士兵 也被他们贴心的安排在了胶囊旅馆 乔纳森也在随后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剑考迈克还在试图 用他儿子威尔来讽刺自己 乔纳森给他表演了一个腰子消失术 而乔纳森曾给了米歇尔第二次机会 但米歇尔的行为 让他毫不犹豫的费了米歇尔的机械臂 乔纳森走后 吉迪恩和伊罗纳见机行事 将试图反抗的狱警打翻在地 四人趁这个机会向着外面逃去 一路上都能看见 被用作歇尸实验的人 他们甚至发现巨神公司正准备发射 装有歇尸的导弹 并将之投放到漂亮国所有的大型城市 在一番艰苦作战后 二人误打误撞 获得了战斗力强悍的动力盔甲 面对这种步兵大杀气 巨神的士兵根本没有丝毫抵抗能力 米歇尔靠着动力盔甲 一路杀出了战俘营 可因为错过了最佳救治的机会 长官考迈克因为失血过多牺牲了 如今歇尸导弹发射在即 也只有他们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 可伊罗纳却觉得 他们三个人根本无法对抗整支军队 但他忘了米歇尔这个最强单兵 可是如同外挂一般的存在 下一刻米歇尔和吉利恩身着动力装甲 在直升机的牵引下 指导巨神公司的指挥中心 为了避免遭到大部队激活 他们从水下进入到了导弹发射台 没有任何一个士兵能够阻拦他们的脚步 二人轻松便杀进了歇尸导弹的下方 但发射程序同时也正在启动 面对导弹发射的高温 他们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 密室顶着高达40度的温度 来到了导弹下方 一瞬间所有火力向着导弹疯狂倾斜 终于在最后一刻导弹停止了发射 可动力装甲也因此彻离瘫痪 就在吉利恩带着米歇尔撤离的时候 乔纳森却出现在了二人的面前 他用高端设备轻松变黑掉了 二人的EXO外骨格 导致他们无法移动分毫 尽管乔纳森大势已去 但他还是觉得只要巨神公司统治地球 那么将不会再有战争 这条路上一定也会有所牺牲 但米歇尔根本听不进去 由于总部并不知道 他们已经停止了导弹发射 漂亮国随时都有可能摧毁这栋建筑 乔纳森索性也就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 米歇尔竟然强行挣脱了外骨格 并一路向着乔纳森追去 然而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人 能够阻拦米歇尔的脚步了 他直接冲上前一把抓向了乔纳森 但也因此差点从高处跌落 乔纳森死死地抓住了米歇尔的机械臂 希望看在网络的形面上 能够给他一次机会 但在最后一刻 米歇尔表示 他已经有了新的干跌 随即便将乔纳森送给他的机械臂 物归原主 乔纳森也因此跌入了火海之中 想必看到这里的观众 也有点迷惑米歇尔的选择 说实话 狂魔也有点迷惑 听说这个剧情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因为特殊原因被修改了结局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希望有懂的观众可以解答一下 我是秋篇狂魔 咱们下期再见